一场政变 爹爹娘亲决定分开逃命 姐姐选择跟着有百人数位的父亲 父亲辗转流离 其实讨伐逆贼时 他在军营里选夫婿 选了个俊美的百夫长 却不幸成了寡妇 而我跟着母亲回到外祖家 吃穿不愁 养尊处优 等到父亲封王 我成为郡主 一道圣旨嫁入皇家 姐姐为我送亲时 极恨驱使他将金簪插入我的脖梗 一见封喉 再次醒来 我们都重生了 这一次 他毫不犹豫选择跟着母亲 辗转流离 成为寡妇的命运 就交给你了 可他不知道 看似和睦富裕的外家 才真真是折磨人的存在 这世上所有的路 都得看人怎么走 无真运出 这冰乱太突然 我们只能分开逃走 到底跟着谁 你们是怎么想的 兵荒马乱的城头 我们一家四口 泪眼相对 一边是尚有关身的父亲 一边是出身伤骨的母亲 一场政变 引发了血流飘鲁 乱世中 不管做什么选择 都有可能颠沛流离 江无真毫不犹豫地 选择了母亲 虽然按照父母的商议 他比我大两岁 若跟着父亲 大家都会省心血 可他哭闹不休 甚至要撞墙自枪 于是他如愿以偿 带他和母亲上了马车 我看到江无真得意洋洋的目光 他远远朝我张了张口 却没出声 将运出 也该你当寡妇了 其中的意思 只有我俩能明白 原来 我们都重生回来了 大梁国作不济 一场边疆的兵变引发了滔天巨浪 拥兵自重的吴王一路打到京城 眼看着就要血洗皇宫 为自保 父亲母亲决定各自逃跑 身为都尉的父亲接了密诏 还要保护太子 而母亲则不需要管旁人 一路回到江南外家即可 家中只有我和姐姐两个女孩 母亲体弱 只能带一个 因此 需得我们姐妹两个各自选择 父亲有百人数位 跟着父亲更安全 若成功驱赶叛军 还能当官家小姐 跟着母亲 虽逃往路上惨淡了些 但若平安到达外家 就能过富裕平静的日子 江吴珍笑来看重眼前 上一世他认定在父亲身旁 更安全 更尊贵 便巧言吝啬 故作乖巧 爹爹 阿娘 阿妩大了 便不同妹妹争阿娘了 后来 他跟着父亲辗转各方 父亲举兵起誓 讨伐逆贼 许氏受购了军营寂寞 他在行屋里挑起了夫婿 因太子隐姓埋名的缘故 他瞧不上这个面黄鸡兽 形容落魄的小子 选了一个又一个 看中了为俊美无仇的百夫长 可惜那百夫长是家里捐的头衔 那里不过是草包 在战场上率先当了逃兵 被爹爹军阀处置 他成了寡妇 江吴珍怨恨父亲不对他的夫婿法外开恩 便在父亲身边潜伏下来 把排兵不振的消息都传递给敌军 父亲差点生死 待查出奸细是他的女儿 也只将他囚禁起来 将计就计 大破敌军 我便是在这时同跌跌重逢 在外祖家交养了多年 我容貌端丽 气度高华 更是大方帝将积攒的钱两 捐赠给父亲的军队 助他们取得最后的胜利 待战士一平 当年的太子即位 封父亲为成平王 我为华安郡主 另有一纸诏书 召我入宫为后 而江吴珍 因早年里在军中便惹了太子厌恶 后来又有通敌之罪 直角性落了个狗活 虽同是爹爹的孩子 和我却有云腻之别 无人知晓成平王府 还有另外一个女儿 她极度的发狂 我成婚那日 她苦苦哀求父亲母亲来为我送嫁 雕花铜镜里 我凤梅名谋 庄容轻利 在庄严滚服硬衬下显得明艳又尊贵 而寡居被囚已久的江吴珍满身高速 容色衰败 我即将入驻中宫 母仪天下 来日光明灿烂 而她不知道还要挨过 多少暗无天日的惨淡晨光 在她眼中 是她把大好人生拱手让给我 所以自然也能随手夺去 于是江吴珍趁我不备 她将满腔恨意化成手中金簪 狠狠地戳进我的脖梗 没想到 我们竟又一次站在了命运的分叉口 悬我走过的路 未来母仪天下的就是她 因此无论如何 这次她都要跟母亲走 如她所愿 父亲和我目送母亲和姐姐远去 直到他们消失在路的尽头 她俯身摸摸我的头 叹了口气 小阿运啊 往后跟着爹爹 怕是要十分辛苦咯 阿运不怕 阿运陪着爹爹 我握起拳头 目光坚定 惹得爹爹哈哈大笑 方才 江吴珍大方帝将私房钱都留给我 还应挤了几滴泪 妹妹 今后姐姐不在 你要照顾好自己 爹娘纷纷夸她懂事 只有我知道 她是在用这些银钱 赎买内心残存的愧疚 这一世 她会是交养的闺秀 富有的郡主 尊贵的皇后 而我 会践行前世她的命运 承担她的不幸 这区区无两银子 便是她支付的利息 从此我的厄运 同她再不相干 她笃定 颠沛流离的航武生涯 会同样消磨我的意志 可她不知道 看似简单和睦的外祖家 才是吃人不吐骨头的修罗场 乱世之中想要自保 一要有钱粮 二要有冰槽 前世我握住了钱粮 换取了母亲平安和父亲荣华 这一世 便试试冰泉吧 马背上的逃亡之路属实艰苦 日夜兼程 不眠不休 从前我只骑过小马鞠打马球 如今却咬着牙坚持 就连大腿的嫩肉被磨破 也没有吭一声 父亲看我的鹅脚直冒冷汗 要停下休整 我有些不服气 爹爹 我们是在逃命 你不要小瞧我 我既跟着爹爹 这点辛苦总是能忍的 有朝一日 我还想随爹爹上阵杀敌 为天下百姓换一个公道 父亲目光半是诧异 半是欣慰 对着我和蔼的笑 阿运有志向 有野心 一旁的洋餐匠却突然插嘴 语气嘲讽 女孩子要什么野心 刀剑无眼 这手啊 还是拿拿针线就行了 我连个眼神都没分给他 只对着父亲郑重道 爹爹 阿运知道当前还没有本事 撑起我的野心 所以请您不要当我是家中幼女 只当我是行武侠的小兵 让我跟您习武练剑 我会让足够的实力支撑起野心 父亲高兴地举起我 阿运深得我心 爹爹这身武艺便尽数交给我的阿运 天玄地转礼 我的心突然安定下来 求先问补 不如自己做主 念佛诵经 不如本事再深 此行 我们要从京城到西南同光武军会合 在池原京师 一级前世 这场魏国之战打了足足八年 如今我十二岁 八年 已足够将我磨砺成 一把利刃寒光的宝剑了 父亲说 习武要刻苦 我便竖起长发 做男孩打扮 将自己丢到普通军营里 银时便起身操练 先是拳脚内进 再是刀剑抚跃 最后是红鹰长枪 同我一起练习的兵士忠 总有人中途劝我 哎 都尉都走了 就别装样子了 来松快松快 只剩一个面黄肌瘦的小兵 同我一起 我咬紧牙关 充耳不闻 继续坚持 倒惹得旁人一脸不屑 不为别的 只因我学的是上阵杀敌 保家卫国的本事 不是学给旁人看的花拳绣腿 安身立命的刀 若有任何一点欺骗 就会有一天狠狠扎进自己的胸膛 身处何处 都要明白自己靠的是什么实力说话 钱是 我靠头脑和钱财 金是 我得靠拳头和铁蟹 于是我更加刻苦 不仅勤练武功 还跟着爹爹熟悉地图 推演沙盘 研习兵法 我无需同那些小兵争执私混 我要成为将军 便盯着父亲学就好 半年过去 我身量高了不少 筋骨结实 皮肤又黑 手心粗糙 甚至能和成年兵士过上十几招 仗阵身量鲜瘦 打不过还能周旋 养参将又来寻我的不痛快 则则则 你好好做你的大小姐 不好吗 弄成这个鬼样子 女孩子吗 柔柔弱弱的就行了 就像你姐姐那样 钱是 想必她就是这么迅滑姜无珍的 女人要柔弱 娇小 顺从 温柔 只有如此 才能映衬出男人的高大神勇 杨婷 我爹好看吗 我反问 她一阵语色 都为厉害就行了 好不好看 有什么要紧 我汗手 正是这个道理 你不必在意我的容貌 总有一日 我会成为你的将领 你只需听命于我 她大笑着离开 我却毫不在意 必定践行的誓言 我不会让她落空 一日爹爹收到外祖回信 信中说 半年过去 母亲和姐姐仍未到江南家中 爹爹急了 当即要动身去寻人 我猛然想起 前世淮安有叛军戏作挟持妇儒 是我将我和母亲化成乞丐 才侥幸逃脱 难道 母亲和姐姐被挟持了 我苦言相劝 父亲 您坐镇军中 才能安定人心 将此事交给我 她见我谋光坚定 也知我练功刻苦 有些保命的本事 便给我点了一对人马 咬着牙点头放行 那个日日 陪我练功的小兵 突然站出来 要随我一起 父亲却坚决不允 我才知 这个瘦小的男孩 便是隐姓埋名的太子 按照记忆 前世险些被挟持 是在淮安府横江城内 我披心待跃 日夜间城赶到此处 和沿路的民不聊生不同 城内格外平静 原因无他 此处的方之府 是掀起叛乱的吴王的莲金 重压之下 自是净水流深 前世 我和母亲路过此处 我便觉城门看守格外严苛 我俩在客栈下踏后 总感觉有人暗中窥探 便趁深夜熟睡之时 将厨房的锅底灰涂了满脸 穿上破烂的布衣 趁着店家凌晨到夜乡的时刻 从后门逃出城 后来才知道 横江地处九省通渠 人员来往密集 这横江之府 日日替他的莲金挑着些官券付户软禁起来 要么逼想 要么求财 总之 只要被他盯上 便成了刀阻下的鱼肉 任人宰割 深夜 我穿着夜行衣偷偷潜入方之府 用来求人的别院 院内守卫森严 还有两个小队在交叉巡逻 仗着身手轻盈 我四处探查一番 却在一处院落听到熟悉的声音 是姜无珍 阿娘 您放心吧 爹爹和外祖 总会来接我们的 再说了 这里好吃好喝的 多待几个月也没什么不好 娘 你看 我心得的头花好不好看 母亲听了并没有觉得宽慰 反而更加哽咽 你外祖也就不指望了 可你爹爹若是顾忌着 我们出了事怎么办 一旁的王嬷嬷也劝道 大小姐 我们再逃命 才不外露才是正理 姜无珍倒是不高兴了 甩了脸 堵着气不再说话 蠢货 不难推断 此时 他们被囚 必是因为姜无珍招摇显摆 惹了不必要的注意 逃命都逃不明白 看来有些人并不会因为 多活一次就多长些头脑 摸清换房规律 我一个要子翻身下了墙 快步回到落脚处 同几位童袍打了个商量 银食半 正是换房的时刻 我悄悄摸上这处二进院的西北角 正是母亲和姐姐被囚的地点 众人刚在二门处交接完毕 此时守卫空虚 东南角却突然起了火 那火似是从室内燃起 越来越大 下职的守卫有些犹豫 远处有个声音传来 兄弟们忙了一夜先回去睡觉吧 我们人够了 放心吧 上职的守卫也有些犹豫 一个壮汉提着水桶飞奔路过 兄弟们 来救火呀 我们撑不住了 就是此刻 我冲进房间 摇醒母亲和姐姐 母亲到底是见过些世面 我虽沉默着没说话 她只当我是父亲派来营救的 顺从地跟着我 王嬷嬷也麻利地收拾起包袱 只有姜无珍在大喊大叫 啊 你们是谁 强抢名女了 我可是大良皇后 别碰我 看你们谁不长眼 我咬了咬牙 捏着她的下颌 塞了块臭抹布 顺手将她捆了背走 清晨一到 别院就会发现有人员失踪 因此我们必须像前世一样 混在到夜乡的队伍里 同行的人机敏得当 总有办法出城 我们约定好在城外五十里的驿站会合 看到砧板会晤 臭气熏天的夜乡车 抹布也堵不住姜无珍的嘴 她呜呜地叫着 像鲤鱼打挺一样挣扎不休 似是抗议像她这样金尊玉贵的大小姐 怎能如此狼狈 我一记手刀下去 世界安静了 带有惊无险地出了城 我们换了马车 借着蒙蒙亮的天 我摘下面具 低声道 阿娘 我是运出 母亲见到我如此有黑粗糙的样子 一瞬眼泪就流了下来 玩啊 你这是 你受苦了 我心下也酸涩不已 握住母亲的手 只见她一愣 妈撒着我握马将 拉长弓磨出来的老茧 更是伤怀 姜无珍也在此时悠悠转醒 看着我先是金木 代认出我是谁 便有些洋洋自得 是呢 我们都变了许多 她为了入主中宫 自是更重视保养打扮 面容粉嫩如桃花 食指不沾洋春水 反观我 像个整日风餐露宿的琴儿 可惜 美貌在这个战火纷飞的年头 毫无用处 只会徒增危险 抽出她嘴里的抹布 解开她的桎骨 姜无珍边揉着被磨红的手腕 边戏穴道 妹妹 半年不见你 怎么同我越来越不像了 倒是跟王嬷嬷有些相似 王嬷嬷已经年余四十 她文言汉首 不敢多说话 我眼观鼻鼻关心 也不搭茶 王嬷嬷精通数物 为人麻利泼辣 我前世能挣下偌大家业 没少倚账她 在这时候 还得罪王嬷嬷 我怀疑江无珍在智力方面 有些难言之隐 由于江无珍 自诩选了跟着母亲之后 人生自会一顺百顺 她预示根本不动脑 被软禁之初 便将自己的 来历去处 吐露得干净 此时回江南 便危险重重 我决定带他们先回军营 休整一番后 再派人护送回外祖家中 路上她反复作妖 我只当看不见 到了军中 母亲自去同父亲相聚 一日我操练完毕 母亲拉住我便哭 阿运 你快替我劝劝你姐姐 她 不知是不是受了刺激 同以前大不一样了 我才知道江无珍来了这儿 倒是如鱼得水一般 整日借口学防身术 在营中同那些兵游子私混 我知道 她在温习前世 被众星捧月的陈光 除此之外 她还在找一个人 借助自己的美色 找一个前世印象中 气宇轩昂 金贵温和的人 我到教场时 她正在同一群新兵 鄙视射箭 只见江无珍一身白衣 腰枝树得急紧 胸脯却高高挺着 瘦弱的胳膊拉不开弓 在那里跺着脚撒娇 哎呀 你们别笑了 人家已经很努力了 那些男子 目光在她周身上下游移 待看够了 就捧场叫好 阿妩真是娇柔可爱 娶妻就当如此 江无珍文言 羞红了脸 扔了弓箭 在那儿五连扭腰 看似羞怯 却十分自豪 我目光穿透眼前的闹剧 仿佛看到了她的前世 她从来都是个软体动物 别人赐给她一句赞美 她就像得到了一根崭新的脊梁 我此时已是小小的副位 抬腿走过去 伸手 搭剑 张弓 羞的一声 鸣笛尖锐 利剑穿过她精心搭配的不摇 刺破长空 百步之外 正中靶心 剑尾振战不休 旁人练习三年 也未必能有此成果 这便是我日夜苦练兑现的天赋 江无珍的表情 出现了裂缝 将运出 女子讲究真顺柔和 你整日五腔弄棒 太不像话了 闭上嘴 来父亲引力寻我 我不同他争执 料下一句便走 江无珍愿毒地盯着我离去的背影 和他预期相反的是 那些男子并未顺着他的话继续奉承 而是好奇地询问 这也是江都卫的女儿吗 果然英姿飒爽 不愧是将门狐女 男人 是最会掂量轻重的生物 对待玩物和强者 从来都是两个态度 若女人同他们相当 或者强一点 便会惹得他们厌恶 可若是墙上许多 遥不可及 便会得到敬佩 江无珍气地咬碎了一口银牙 却无可奈何 他不敢指责 方才那些奉承他的男人 眼前能欺负的只有一个 看着我背影的黄毛小子 去 给本小姐牵马来 他金贵地抬起下巴 以止气使 黄毛小子莫名地看了他一看 转身便走 就这样 以貌取人的江无珍大小姐 又一次惹了太子不快 江无珍在此处逃不了好 又没寻到他前世印象中的太子 便日日催着母亲回外祖家 好尽早践行他 养尊处优富家小姐的命运 父亲母亲本就对他的言行 颇有微词 没太多犹豫 便点了头 并派了一对士兵护送 临行前 他向父亲迎应拜别 爹爹保重 若无珍有了钱粮 定第一时间拿来奉送军中兵士 父亲抿着唇 不置可否 近来江无珍的言行已让他 这位都尉声名和微信受损 这是短时间内难以修复的 又扯我到一旁 似是说姐妹间的悄悄话 他面上带着笑 眼里擒着泪 红唇一张一合 吐出来的字 却是讽刺又恶毒将运出 你别太得意 我此去想的福是你想不到的 我会拥有过人的美貌 无尽的财富 不仅如此 我还会成为皇后 我看着一旁闲雾的转过身 不看他的矛头小子 笑了笑没作声 他自顾自继续 至于你 战场上刀枪无眼 就算你活下来又怎样 你这个鬼样子 哪个男人会要你 行吧 你好自为之 我懒懒回应 我只觉得无聊 连嘲笑的性质都提不起 如此看来 我上辈子的故事 不知道在他心里 赚了多少倒弯 竟已成为他的执念 我只是不明白 为何要以 有没有男子 倾心作为 评判自己 是否有价值的标准呢 只有货物 才需要被旁人衡量价值 姜无珍也不会明白 财富不会自己送上门 皇后之位也不是白来的 世间因果循环 若是颠倒着看 便会执念缠身 外祖家 可不是什么福地洞天 我本可以提醒姜无珍 但他不会听进去的 我也不想再管他 我只想防范着他 这辈子别再来害我便好 我们都拥有两次机会 两次都是他先选 把不同的路都走了一遍 对他来说 实在是占了便宜 他嫉妒我 要置我于死地 我又何尝不恨他愚蠢呢 前世我好不容易摆平了外祖家 撑到了全家团圆 以后宅女子之身 走到我所能及的最高处 我本可以以皇后的身份和权位 宣扬教化 旧既贫弱 鼓励农耕 责备万民 可因为他莫名的嫉妒之心 我命丧皇权 重来一世 他还想将我踩在泥里 我又何必救他呢 感人因果 但人业障 他从来都看不清这世道 也看不清自己 我又一次在路上 看着母亲和姐姐远去 那个沉默的少年 站在我身后 罕见的出了声 你在想什么 我在想 我很感谢 感谢我出身于官宦富豪之家 让我知道 世间的顶点在哪里 感谢战乱 逃亡 被冷眼相待的遭遇 让我知道 世道艰难 人心晦暗 百姓困苦 感谢我自己 无论何时 都不曾自清自荐的自己 我念着前世今生的种种 断断续续说完这番话 摇摇脑袋 赶跑心中杂念 便又去练枪 丝毫没注意到身后少年沉郁的眼神 漠然燃起的光 一转三年 我早已从小小的附位 成为参将 身经百战 不知多少亡魂为我祭刀 敌军纷纷传说 光武军中有一位俊美非常的将军 为防止旁人心生轻视 便日日戴着 猙獰恐怖的面具 正是这个面具 陪我收复了一座又一座城池 拥护正统的秦王之师和 吴王势力两相割据 局势有些相持不下 这笔钱是快了许多 父亲依旧坐镇后方 而我已经打到江南 该去看看母亲了 虽每三月就差人去送一趟银钱 但母亲性子柔弱 不知能不能安然度日 外祖白家坐落在姑苏城南 因家财丰厚 宅子足足占了两条街 我打马转了一圈 按照前世记忆 果然在东北角门处的爆煞里 看到了辛苦劳作的江吴珍 寒冬腊月里 她衣衫单薄 用井水洗着一身华服 手又红又肿 仔细一看还生了洞窗 三年了 她还没走出这里 母亲是家中独女 外祖母早逝 外祖则年事已高 整个白家由外祖的宋姨娘把持 她先是给她兄弟捐了个县城 又借着县城的势力反过来侵吞白家财产 外祖在她的药物控制下头脑昏溃 不能理事 前世 我在逃亡路上救了一位快饿死的女姨 她来寻亲不得 便留在我身边 最初 我和娘亲也被这位宋姨娘日日折磨 我百般伏地作小 换取了接近外祖的机会 才恰好发现其中的官窍 女姨扮作我的侍女 随我去请安的时候 偷偷为外祖医治 并叮嘱她不要再用宋姨娘安排的吃食 这才换得外祖身体康健 灵台清明 随即夺了宋姨娘的权柄 打发她到庄子养病 而我向外祖献策 让她设计做出被宋姨成威逼的模样 由县令惩治了她 看来 姜无珍既没有原法 也没有脑子 我悄悄换了王嬷嬷才得知 姜无珍出到此处只高气阳 俨然把自己当作家主 可宋姨娘并不买账 冷冷地把她打发到了 这处下人住的小院子 因我时常接济 她们起初过得并不艰难 可姜无珍并不满足 日日哭闹所要管家大权 后来竟偷了钱要逃跑 母亲心力焦脆 对她失望至极 因此只供她饭食 不再管其他 宋姨娘则有了发落的借口 说是规格女子要摸摸性子 便日日安排姜无珍辛勤勤劳作 聪明 织布 换衣 自秀 若敢偷懒 监视的嬷嬷便动辄打骂 她指着我前世能随意支配白家家财 却不知我是怎么做到的 你们当年逃亡路上 有没有遇到一位落难的医女 我问 思索了许久 王嬷嬷答道 好似是遇到了 夫人说也就多一副碗筷的事 可大小杰坚决不允 硬是赶走了 到底是夫人心软 给封了几两钱 我垂下眼眸 吩咐王嬷嬷不要声张 回迎带上庶民军衣 直奔白斧正门 到了门房 递上帖子 不多时 宋姨娘便亲自迎了出来 脸上的笑能堆出一朵花 她亲亲热热地迎我们进去 我说要去看望外祖 宋姨娘却拦了 二表小姐稍等 稍后宴席上自会见到 茶饮了一盏又一盏 终于有婢女 引我到正堂宴饮 外祖摊坐在正位 眼神浑浊 口弦横流 母亲和姜吴珍 穿着不合身的新衣 大抵是听了威胁 有些敢怒不敢言 我若无其事地扶起笑脸 宋姨娘 您算我的长辈 听说素日也是持家勤俭 德高望重 今日的宴会 便由运出暗军中规矩主持可好 也好让姨娘轻声轻声 我这话说得谦卑得宜 她没有理由不应 门外全是我的手下 她也不敢不应 我拍拍手 门外进来一位说书先生 她撩着长袍 敲着小鼓 生情并茂地讲了一段 饿姨娘把持门户 落魄女志就外祖的故事 我越听吃得越香 这是我前世的故事 宋姨娘却有些汗流加倍 坐不住了 她中途之初 去给县城送消息的婢女 迟迟没回来 便起身说要去小姐 我将配件一抽 笑着问道 姨娘可知 军中不报告长官擅自离开者 该当如何 不待她应声 我手下的合状 提着那婢女的人头 站在门口大声回应 回参将 当展 我提前让王嬷嬷为母亲 挡了这可怕的一幕 只有宋姨娘吓傻了 我命人将她捆了 压下去问口供 军医们则上前 为外祖把麦问诊 母亲欣慰地流着泪 说要亲自为外祖服侍汤药 而姜无珍 还是冷冷的 怨毒地盯着我 一言不发 军棍之下 宋姨娘招了个干净 宋县城也将魅下的钱财 尽数归还 只求我不继续追究 果然 今生的铁腕 还是比前世的银钱好用 外祖的病拖延了三年 虽不比前世至于石康健 但到底能管事了 我同她商议数日 先收拢了被宋姨娘 折腾的乌烟瘴气的家产 后又敲定了用行军道运 粮草货物的法子 即便于白家行商 又可充盈军中粮草 这一切 似乎比前世来得更加顺遂 我心情大好 便有人心绪不佳了 江武真悠悠地盯着我 语气愤恨 江运出 你真是好心思 好手段 为什么你总是要抢走我的东西呢 抢走 她的东西 钱是今生的种种 无意不是我谨小慎微 单精节律 日夜勤勉换来的 抢走你的什么 你洗衣的造脚 织布的纺锤 还是聪明的木杵 见我毫不留情拆穿 她短暂地修脑过后 是更强烈的肚恨 你别装了 江运出 上辈子 你抢了我的荣华富贵 这辈子 我明明已经选对了 为什么你 还是要夺走呢 我笑得更加灿烂 方才说书先生讲的 就是上辈子 我怎么做的 逃亡路上的单精节律 搭救医女的侧隐之心 白斧逆境的锦小慎微 还有行商置业的手腕心计 你做到了哪个 你以为 人生的转折 仅仅靠一个选择吗 不是地 是千千万万的选择 成就了今天的你我 命运的馈赠 从来都是你平日积攒的付出 严禁于此 若她心存良善 念着骨肉亲情 能放下胸口执念 我便也会放下心中的一难平 毕竟 我还有更广阔的天地 可若是她仍与我为难 我也不会一再忍让了 和前世一样 有了江南首富白家的配合 光武军粮草充沛 军饷充足 三十万雄兵集结于黄河南岸 蓄事待发 随时准备挥师北上 我同太子和父亲敬言 高筑强 广积良 缓称王 被欣然应允 是的 太子已经从黄毛小子 长成了鹦鹉少年 身先士族 英明开通 虚心纳贱 体恤下势 俨然会成为一代明君 仿佛国破家王的悲剧 从未将他击倒 父亲在和世的时机 公开了先帝密诏 又有原来的太父和太保任的身份 文官的讨伐习文写得很辣 想来吴王在京城已经是夜不安寝了 夜不安寝的还有江无珍 他在发愁如何让太子爱上他 他日日穿着各色花衣 在军营里来回穿梭 时不时给太子送个汤药 献献殷勤 太子不胜其烦 他不知道 前世是我将数年积攒的家财 尽数献上后 他才注意到我精通术物 知晓民情 体恤弱小 心潮百废戴心 需要这样操持食物的皇后 再加上我是功臣之女 因此才引我入宫 若依靠对男人好 就能获得他们的爱和尊重 谁又能体贴得过丫鬟蒲夫呢 随着太子拂袖而去的次数多了 江无珍也慢慢死了心 不过 我知道 他更急恨我了 无所谓 旁人的急恨也能成为我向上攀的阶梯 养精蓄锐一段十日后 军中有将领坐不住了 纷纷请求出战 我老神在在 不急 待到三月 黄河北岸经过冬季和春季 屯粮已不多 南岸粮食本就充足 加上白家掐断了南梁北运的所有门路 吴王麾下的军队 必会陷入粮草不济的深渊 如我所料 三月之期已到 清皇不接的时刻 线人来信说 京郊出现饥荒 我便知 决战的时刻到了 我点兵麾施北上的时刻 江无珍也不辞而别了 同他一起消失的 还有我桌岸上的进攻路线 果然 狗改不了吃屎 好在这辈子 我可以提前不防 不像前世父亲那样 被打了个措手不及 真好 今生我同样尽最大努力 保住了父亲母亲的平安 江无珍偷走的进攻路线中 光武军将会跨过黄河 从密山形到北上 因此 吴王派了五十万大军 压在了诸州城的黄河沿岸 殊不知 我在诸州城南岸留的营帐 都是叙述 正规编制十人一营帐 而此时是一人一营帐 吴王以为的三十万大军 不过是三万幌子 另二十七万 已坐着白家海外通商的大船 由浙江到过黄海 渤海运到冀州 而冀州与京师 不过半日行程 就在黄河两岸 还在整日挑衅对骂之时 我已指导黄龙 入主京师 剑斩吴王 用他的向上人头来尾 天下人这些年的苦楚作祭 数十万叛军 调转不易 待他们回头 剑指京城 又被身后渡过黄河的 三万精兵 杀了个七零八落 本就失了主军 军心涣散 如今更是沦落成散兵游泳 我命人该收编的收编 是死不详的 便留下人头下去 陪他们的主子 当年反复殉导 我女德的参将 杨婷却善善来报 说是在敌军营帐里 发现了一位营记 自称是皇后 我看着地上衣不避体 神态风魔的女子 不出意外 是姜无珍 司陶通敌 暗律当斩 可我毕竟利用了她一回 看着父亲母亲的眼神 我有些不忍心啊 姜无珍已经为她的所作所为 付出了代价 这代价 比上辈子还要惨痛 恰逢云南吐司作乱 我同太子 不 如今是新帝了 打了个商量 给她胡伦封了个 没有封意和碎贡的空头郡主 只给年余七十的吐司去和亲 待吐司生死 妻妾是要殉葬的 我曾喃喃自问 我是不是对她太过心狠了 背后一袭沾染了龙咸香的胡球落下 心地沉稳的声音传来 阿韵自子 我只怕你太过仁慈 伤了自己 大梁刚刚经过战乱 需要休养生息 短时间内不宜大动干戈 可好运依旧没有降临在江无珍头上 嫁过去不过两月 云南吐司便刻然尝试 她的儿子也不再隐藏锋芒 趁着大梁休憩的时刻 想要趁机再次掀起战乱 我又一次脱下了红装 披上了战甲 我不能退避 为着大梁的海燕和清 也为着百姓的安居乐业 还有 为着接我那客死他乡的同胞姐姐回家 临行前 心地在城门乡送 她平退是从 盯着我的眼睛 郑重相问 运出 我等你回来 娶你做我唯一的妻子 可好 我轻轻扶去尖头的落叶 笑着摇头 我的志向是天地广阔 不只是云巅 还有幽北 大漠 蜀西 岭南 我都想去看一看 后宫的天是四四方方的 百姓的悲欢离合也从传不到金鸾殿上 你自作你的明君 我便为家国征战四海 放马南山 百年后 大梁的史书只记了寥寥数笔 静平元年 大将军将运出 平叛云巅 静平三年 收复苍北极寒之地 风狼居须 所到之处 宣扬教化 鼓励农耕 劝学向善 得百姓嘉许 景地良官清与民休息 清盛赴税 劝客浓丧 开放恩科 与女子入室 一生为丽皇后 传位于宗室子职 藩外 我是梁官清 假须知变前我还是太子 如今只是一个没名没姓的矛头小子 失去了父皇母后 没有了奴婢华福 我有些不知道我是谁了 跟着都尉仓皇逃命 像是丧家之犬 我曾想过一了百了 毕竟从云端跌落地狱 这种痛感 大约比从高楼坠落还要强烈 可队伍里有个小姑娘 她说她要学本事 为百姓讨一个公道 那我也试试吧 毕竟我是个男人 还比她大上些许 我日日跟着她 练剑 骑马 兵法 策论 她努力极了 在我会暗混沌的世界 她发着光 杨副将总说 女子怎样怎样才好 我倒是不觉得 她这样变很好 她怎样都很好 因为我知道 她不会自轻自荐 渐渐的 我们长大了 我越来越牵挂她 却也越来越清楚 我不能牵挂她 我不能抛却祖宗基业 百姓江山 她也无法放下一刀一枪拼出来的荣耀 我的情意 对她来说是枷锁 她是浴火重生 九天翱翔的金凤 我愿意为她鼓起长风 送她平步青云 送她去云巅的那天 我回宫便做了个梦 梦里她不是将军 而是狡黠精明的商人 明明一分一离都计较的人 为军队和百姓掏钱 却眼都不眨 她说错了 我不是因为她有价值 所以看重她尊重她 我是因为她如此闪耀 才不得不被她吸引 而心悦于她 梦中我们相敬如宾 共同治理着国家 养育了几个聪明孝顺 深明大义的子女 多美好的一生啊 可惜醒来 我已送她远去了 我广开恩科 迎女子入室 这是她的愿景 她开了女子为官之先河 是天下表率 世人和史书里当记的她 一年又一年 她始终没有回到京师 无妨 我已做好了打算 待太子可堪大任 我善未去寻她便是 我可没背叛对她的情谊 太子是从皇室宗亲里抓来的 本来想抓个皇太女的 可那女孩虽聪明 却有些怯懦 嘖嘖 远不如我欺运出 只是没想到 一日突然传来她就伤复发 卧床不起的噩耗 待我赶到墨北 已经迟了 她埋葬的地方 曾是遗迪践踏的土地 是她立马整个 还了边民太平 我在她身旁盖了个小小的窝棚 我要亲自为她刻意作碑 辅沾松甲 敬听坟营 千年万岁 浇花送生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